大家好,欢迎收看普通STM32视频教程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STM32的中断系统 我们知道STM32的中断是非常强大的 几乎每一个外设都会对应一个中断 因此我们就单独把中断列为一章来进行讲解 本节主要讲解的内容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中断 第二点就是配置我们这个中断 它这些步骤是怎么样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中断 相信大家在学习五一单面积的时候 都对中断有一个了解 那么中断呢 它就是当我们这个CPU在运行的时候 由于发生了某种随机的事件 内部或者是外部的 引起呢 这时候就会引起我们的CPU暂时中断 正在运行的一个程序 转去执行一段特殊的服务程序 可以是我们的中断服务指程序 或者是我们的中断处理程序来处理我们这个事件 等待这个事件处理完成以后呢 又返回到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程序呢 继续执行 这一个过程就叫做中断 我们呢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中断示意图 从这个图中呢 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首先这个外设呢 是通过我们外部的一个 外部一个触发 是吧 当你这个 外部的一个触发时候呢 会引起我们这个CPU暂时中断 这个正在运行的程序 假设现在在这一个点 程序运行在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外部的一个事件啊发生了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里呃产生一个断点 那么呢我们就会从这里转去执行我们的中断服务程序对不对 执行中断服务程序往下执行执行完了哎 我们又返回到这一个断点处来继续执行我们的一个主程序对不对 而假设在这个地方啊又出现了啊一个呃随机的一个事件啊 引发我们一个中断这个时候哎又执行呃 我们的中断服务程序往下执行执行完了之后哎 又返回到我们这个断点来继续往下执行 那么这个过程呢就称为一个中断 那么引发这一个中断的啊 我们就称为中断源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门铃呢突然响了 那么这个门铃响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中断源 有些中断呢还能被其他的一些高优先级的中断啊所中断 那么这种情况呢又叫做中断的一些嵌套 这就是他的一些概念 首先我们介绍了一个中断 然后呢是中断源 然后呢又是中断嵌套 大家可以在这里呢理解一下 非常清楚 只要学习过五一大面积的朋友啊 应该对这个中断的概念是比较理解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STM32这个芯片 它支持多少个中断 我们STM3F407芯片啊 支持是82个可明币中断通道 这些中断通道啊 以按照不同的一个优先级顺序呢 固定的分配在相应的外围设备当中 那么它的对应通道啊 可以参考我们的中文参考手册 中断和向量章节 我们打开我们的光盘资料里面 第八项STM32相关资料里面有一个中文参考手册 这里呢我们已经打开了 我们选择第十个第十章中断和事件 里面就有它的一些中断的一些 介绍比如说我们打到这里来 往下翻这里呢就有一个中断向量表 那么这个中断向量表啊 每一个通道这里都有对应的优先级 这里呢有它的一些序号 表明我们这里呢有多少个 它的一个中断的一个通道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F405XX-07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STM32F407芯片啊 它支持88个对不对 总共是从88个 然后呢 它的一个屏蔽啊 可以屏蔽的呢 这后面都会写 根据它的一个 这边的一个序号呢 从0到81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STM32F407啊 它支持82个通道的一个屏蔽的一个中断 那么它们分别对应的哪一些呢 可以从这里看到 有窗口看门口中断 还有这么多外部中断 还有一些ADC DMA等等 那么都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查找 而且从这张表格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优先级 对不对 它的优先级呢 除了系统里面自带的一些固定的 它不会改变 那么其他的一些可以设置的优先级啊 这旁边呢 都会写一个可设置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的优先级顺序啊 给设置 通过软件来设置 所以呢 我们这个STM32的中断呢 是非常灵活的 这里呢 都可以看得到 以及它的一些地址 它的一些名称 还有它的一些 这个对应着 这个中断的一个 哪一个线路的一个中断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部中断 EFT0 它是我们的线 EFT0线0的一个中断 通过这个说明呢 就可以了解到这个中断的一个意义 在我们这个中文参考手册里面呢 里面对这个中断和事件呢 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我们在讲这个视频的时候 都是先会参考这个中文参考手册 所以呢 比如说你要对这个STM32F4芯片 要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那么 你这个中文参考手册呢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文档 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这个PPT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NVIC NVIC呢 它的英文全称是这个 中文意思呢 就是欠套的一个向量中断控制器 它是属于我们 Cortex M4内核的一个外设 跟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个SYSTIC 它都是一样 属于我们内核的一个外设 也就是说呢 我们使用 M4内核的一个芯片呢 都具有这个MVIC 它控制着芯片的一个中断相关的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使用中断的话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MVIC呢 它是必须要用到的 因为呢 它控制着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个中断 相关的一些功能 由于呢 我们ARM公司 它提供的一个MVIC 预留了非常多的功能 但是呢 并不是我们每一个 使用的STM32芯片呢 它都把这个MVIC全部都用上了 它不是这样的 它只是在 只是用到了它里面的一部分功能 把那些不用的功能呢 都裁剪掉了 我们STM3F407啊 它的芯片的内部中断数量 就是这个裁剪后的结果 本身呢 ARM呢 它给我们这个MVIC预留的中断的一个通道啊 不止82个 远远超过了这个 但是呢 我们STM32 没必要用到那么多 是吧 用到一个里面的82个已经足够使用了 所以呢 它把里面的其他没用到的给裁剪掉 那么中断控制相关的寄存器啊 在我们这个互件库的 这一个文件当中 它这个文件呢 里面定义了我们MVIC这个中断控制器的一个结构体 可以打开我们任意的一个工程 可以查看到 我们这里呢 就打开一下程序来看一下 在我们光盘的时间程序里面 我们打开这个按键的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前面编写的按键的一个控制程序 我们要找到我们这一个 CM4.H这个文件 它文件里面呢 已经对我们这个MVIC结构体啊 进行定义了 那这个文件怎么找呢 我们通常呢 都会在这个 man.c 它的一个下拉的一些头文件里面找到 我们可以找到在这里就是 对不对 我们双击它打开 好 在这下面找 可以往下图 因为这个文件里面 都是定义了一些内核的一些相关文件 我们慢慢的找 上上几个我们讲System的时候呢 System定义器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文件里找到那个System的一个结构体 就对 那么MVIC的结构体就在这里 那么这结构体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呢 都有它的一个注视 都有它的一个注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中断死能的一个寄存器 那么下面呢 这个寄存器啊 是我们中断清除的一个寄存器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中断死能旋起的一个寄存器 这个 是我们的一个中断清除的一个旋起寄存器 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一个是C 一个是Z 一个是Clear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中断有效位的一个寄存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中断优先级的一个寄存器 那么这个呢 是软件触发中断的一个寄存器 这么多寄存器呢 并不是我们都要使用的 我们通常使用的呢 只有三个 这个一个是死能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清除状态的那个寄存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设置它的一个优先级 我们通常呢 就使用这三个 那么其他的寄存器呢 大家可以 可以暂时不了解 在这个投文件里面呢 还对我们这个MIC的一些 操作的 它有一些操作函数 我们可以往下拉 它后面会有一些操作函数 像这里 对不对 像这些都是对MIC的一些操作函数 这些函数呢 都是我们那个 ARM公司啊 它本身已经提供了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不需要使用到它的一些这些函数 我们在操作中断的时候啊 我们单独使用中断 单独来配置这一个中断 方法也比较简单 没必要使用这些函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了解了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回过回到我们PPT里 看一下我们中断优先级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寄存器 对不对 那一个中断优先级 那个IP的一个寄存器 它是设置我们这个中断优先级的 在前面 在前面 我们这里就不找了吧 就刚才那个地方 我们回到这里 那么中断优先级啊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这个F4 407芯片呢 它支持82个可评币中断 对不对 每一个中断呢 都具备自己的一个中断优先级控制字节 这个字节是八位的 但是呢 我们F3F407中啊 只使用了四位 也就是它的一个高四位有效 我们只使用这高四位 第四位呢 我们就没有使用它 用来表达我们这个优先级 高四位呢 又被分成了 分成了两组 分成组了 一种是抢战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通常呢 我们也把响应优先级称为 优先级或者是负优先级 每一个中断员呢 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也就是说 我们F3F407啊 它的每一个中断通道啊 都有一个 一个八位的 一个字节来控制着这个中断优先级 那么这一个字节啊 它只用了高四位 那么这个优先级啊 又被分为抢战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这两种 那么响应优先级啊 在有的书本当中呢 也叫亚优先级或者是负优先级 在我们使用每一种中断的时候啊 它的中断源呢 都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抢战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啊 它是什么意思 高抢战式优先级的中断呢 它会打断当前的主程序 或者是中断程序运行 那么俗称中断中断的一个嵌套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高抢战式优先级啊 它的优先级呢 比响应优先级呢 要高 也就是说 当你 即使没有中断的时候 你有一个高抢战式优先级 过来 那么你就会打断当前的一个主程序 那如果本身就在执行一个中断的一个程序的话 那么我们一个来了一个高抢战式优先级的一个中断事件的话 它也会打断这个中断 那么这就实现了一个中断嵌套 在抢战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这两个当有两个 当有两个中断事件过来 那么他们的抢战式优先级啊 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高响应优先级啊 中断 它会优先被响应 这概念 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 假设好 我们这两条 假设这是两个实践 中断实践 那么 这个中断事件 它的 抢战式优先级啊 跟这个抢战式优先级 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 这个高 中断事件的响应优先级啊 它比较高 然后呢 这个中断 事件的响应优先级呢 比较低 这个时候 当两个中断事件过来之后 首先会被响应的 就是这个中断事件 因为呢 它的响应优先级比较高 对不对 那 当两个中断员的抢战式优先级 相同的时候呢 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 什么意思呢 呃 就是说 当一个中断呃 到来之后呢 如果正在处理的另一个中断 这个后来到来的一个中断呢 就要等待前一个中断处理完成之后 才能被处理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用这个例子来举例 我们擦除一下 假设这是两个中断事件啊 他们的呃中断就是抢战优先级呢 相同 那么当这 假设这一个中断 这是中断二事件 中断一事件 假设中断二事件呢 呃 它的响应优先级 呃 先不管它响应优先级还是 假设这个中断响应优先级呃 低 比较比较小 那么这个响应优先级呢 呃 比较高 比较大 呃 当这个中断事件正在执行的时候 也就是说正在已经在中断处理了 哎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中断一事件又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呃 你不能说你这个响应优先级高 你就不能把它给中断 这是不能的 因为它的抢战优先级呢 是相同的 呃 只有等这一个呃 中断二事件执行完成以后啊 你才能执行这一个中断事件一 那刚才我们介绍的呃 这个想高响应优先级 他先执行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当这两个中断事件同时过来的时候 就是同时到达的时候 呃 你如果是抢战优先级相同 那么就是根据你这个响应优先级 哪一个高 他就先执行哪一个 但是如果你呃 已经有一个中断呃 发生了 而且呢 他们的中断抢战优先级啊 相同 那么即使你这个响应优先级高的 也不能打断这个响应优先级低的 这就是这一段话的一个意思 那假如呃 他的抢战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这两个事件呢 都相同的情况下 呃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先执行哪一个呢 呃 这就要看他们的一个中断表啊 他们那个排阅序号来进行呃 决定 因为呢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中断相量表啊 对不对 呃 后面呢他有这一个呃优先级对不对 他这个优先级还有一个位置 那么根据他的这个位置啊 呃 就可以看到呃 你哪一个位置啊 越这个数值越小的 就是说越靠前的 他的优先级呢 越大 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呃 当他的一个响应优先级和抢战优先级 呃 完全一样的时候 哎 那么就是根据这一个呃 数值来判断 这是 呃 抢战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他们的呃 一个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呃 这个STM32F107啊 他的一个中断呃 分组 他是怎么来分组的 呃 因为呢呃 指定我们这个中断优先级的一个寄存器啊 呃 他有他的高示威有效 对不对 那么我这个示威啊 他就可以进行呃 如下方式的一个组合 那么组合呢 有五种 那么就可以分成五组 零到四 那么每一组呃 他的抢战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呢 哎 都已经 划分好了 哎 也就是根据他的一个位数 比如说呃 我们这一个呃 第0主对不对 那么第0主呢呃 抢战是优先级啊 呃 这里说的是战先优先级 那么就是抢战是优先级 他占有0位 也就是说他全把这四位啊 全部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响应优先级了 那么响应优先级总共分成了四位 那么他的一个范围呢 就是0到115对不对 四位0到115 那么 如果是呃 优先组如果是第一组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呃 将一位啊 分配在我们这个抢战是优先级这里 那么其他的三位呢 都分配给我们这个响应优先级 呃 如果是呃 一位的话 那么他的一个范围啊 就是0和1对不对 那么这三位的话 呃就是0 呃到多少啊 2的3之方0到8对不对 0到8总共是8嘛 那么就是0到7 所以呢 呃他有8级这里有2级 那么这个位啊 从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第几组 呃你呢 那个几个位啊 就首先呃分配给 抢战是优先级 然后呢 剩余呢 就是 响应优先级 我们从这里呢 呃假设 呃假设是第二组 对不对 第二组根据这个数字2 那我们就知道哎 抢战是优先级 呃分了两位这里 对不对 那么响应优先级 呃总共是四位嘛 把另外两位呢 呃分给响应优先级 那么假设是3的话 哎 那么我们把三位分配给我们的抢战是优先级 那么另外一位啊 分配给我们响应优先级 那么他的一个三位啊 对应着他的一个范围呢 就是0到呃7对不对 那一位就是0 呃1了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一个分组 那么设置优先级分组的一个函数啊 呃在这里 在我们的一个 misd.c这个文件当中 呃这是我们stm32啊 他呃自带的一个外设的一个呃 函数就是他的一个驱动文件 这里面存放的呢 呃都是跟我们呃中段相关的 呃如果你要使用到中段的话 呃你就要调用这一个文件 因为呢 他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中段分组 这一个函数 这里呢 我们一栏呃看一下这一个文件 在哪里呢 按照我们的方法 刚才我们这里呢 已经有mic对不对 那么我们打开他 打开他就可以看到到 呃 在哪里我们走哎在这里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中段分组的一个函数 那么他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呢 就是对他一个分组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参数有哪些成员啊 呃按照之前的讲的一个方法 你点到这一个呃名字呃右键Go to DeFi 就可以进去进去的话 哎看到他有01234对不对 总共有五组吗 跟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五组呢 正好是一样的 所以呢哎你也假设你要对这个mic分两组哎你就可以传入这个参数 那么分三组哎你就可以传入这个参数 那么分组以后呢你要记住他的一个抢站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一个位数 以及他的一个范团 以及他的一个范围这一点你不要忘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的一些呃驱动啊 我们这里呢哎就先不了解他里面的怎么来配置 他就是配置一个呃这个寄存器呢 呃8到10位对不对 通过这个来配置 这是m4内核的一个外设sdb这个外设来进行一个负值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PPT 我们讲一下哎第二步中断配置步骤 哎这个也是我们呃必须要掌握的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呃有关中断的一些程序啊 都需要使用到我们呃这个mic的一些配置 那么怎么来配置他呢 呃有这么几步 我们先要使能呃外设的某个中断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用到了一个呃定时器中断 假设哈你是用到了一个定时器中断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要使能呃你这个定时器外设的一个呃中断啊 对不对你要使能他你要使能这个外设的一个中断 把它中断打开 然后呢呃打开之后就可以呃使用中断了 使用中断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个 mic来进行一个配置 呃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mic呢 呃他里面有一个结构体对不对 那么结构体里面呢有几个成员啊 呃首先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对我们这个中断源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使用定时器中断 那么在这里呢 你就要选择你的一个定时器的一个中断 他的一个通道对不对 就是你的一个中断源 那这个怎么来选择呢 其实啊这些都在我们的一个困件 投文件里面就有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在我们投文件 f4的一个投文件里面 找到f4的投文件 在这里 我们找一下找一下啊 往下拖 在下面 这个对不对 ilq ilqn 就跟我们这里介绍一样 ilq 这是设置我们这个中断源的 这个中断源啊 很多 看到没有 有很多他是通过他的一个条件编译 通过他的红来定义选择他这个芯片嘛 因为他 你f4的一个芯片有很多 不同的 型号 你里面的一些外设啊 可能 不同或多或少的一些改变 那么对应着他的中断呢 可能会有增加 或者是减少 我们假设看一下啊 假设 你要使用 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有这么多 那么 你就假设我现在使用定时器3 那么你要使用定时器3 你要使能他的一个定时器3的一个外设中断 对不对 使能之后呢 哎 你要配置这个mic 他这个结构体 里面呢 就有一个中断源的一个选择 那么中断源呢 就在这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他的一个 f4头文件里面进行查找 这里面呢 已经包含了你芯片所有的一些外设的一些中断 他的一个源的一个名字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那么下面这个成员呢 哎 他是 抢占是优先级 他用来设置抢占是优先级 下面这个就是想用级级 那么抢占是优先级和想用级级啊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就是通过分组 分组之后呢 哎 你就可以对他进行设置了 他的值呢 他是 呃 位数呢 是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你是设置主二的话 哎 那么抢占是优先级和想用级级的位数啊 就相同 那么通常呢 我们都会使用这第二种 因为呢 呃 抢占是优先级也有是 四种值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那么想用级级呢 也有四种值 值的一个选择 这样的话呃你的程序呢 可能兼容的性比较大 那么第四个成员呢 这个成员一看这个名字应该就很清楚 哎 就是用来使能对不对 使能中断或者是失能中断 呃 也就是呃 开启这个中断和关闭这个中断吗 对不对 呃前面说到了哎 要使能外设的中断 那么这是针对于我们外设的一个中断 你首先你要假设你要使用定制器中断的话 那你肯定要打开这个外设定制器的一个中断吗 对不对 打开了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nvic啊 他是呃对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里面呢 也会有一个呃 使能 这是使能我们这个中断的一个通道相当于 呃 你如果这里不使能的话 你即使你前面打开了 也是使用不了的 所以呢 这里要注意这个使能 这就是我们这个nvic的一个结构体 呃初始化的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啊 呃就是针对于呃 我们要使用到呃中断的时候 我们就会初始化这个结构体呃 调用micinit这个函数来初始化 我们这个结构体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中断呢 呃分组 并且呢 选择他的一个中断源 呃打开他的一个中断通道 最后呢 哎最后一步就是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就跟我们学习五一样 我们配置好中断之后 呃如果是呃一个事件过来触发我们中断 那么就会进入我们这个中断呃服务函数 对不对 我们要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那么中断服务函数啊 在我们的一个启动文件里面呃我们在前面介绍呃启动文件的时候呢也给大家说过呃启动文件就在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里面呢这里面都有他的一些中断对不对这就是他的一个中断的一个函数名 呃通过假设你不知道你的一个呃 就是所写的一个中断的一个函数名的话你就可以通过打开这个启动文件来查找在这一块 呃比如说我们要找到刚才说的定时期三的一个中断那么就是这个中断的一个函数名 那么在我们呃移植酷函数的时候呃移植这个 固件库模板的时候呃呃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fsit.c这个文件呢呃里面就是存放呃中断的一些函数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呃我们在编写中断的时候呃呃通常不把呃这个中断函数放到这里面来 我们都会带在对应的一些驱动文件里面编写呃所以呢这个文件呃也没我们没有使用到 还有一点我们要提醒提醒一下大家呃在我们启动文件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呃这些函数名呢都是固定的 呃如果假设好你自己要编写一个定时期三的中断那么你这个函数名如果修改了呃你会发现了你这个程序啊进入不了 中断而会一直死在那里 所以呢你这个中断函数啊一定要呃对应那么有的朋友他就喜欢呃修改那么他想把这个修改呃 把这个函数名修改呃当然是可以你在这里修改了之后呢你一定要在你的呃对应的一个函数啊也要修改 你就是说保证你启动文件里面有这一个函数的呃中断函数的名称的要跟你自己编写那个中断函数啊你呢一定要一致 如果发现呃有错误的话那么你这里呢都会出现呃运行不了 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动这一块你人家已经给你写好了你为什么不不使用他的呢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呃函数名呢就使用他的就可以 呃今天这节课啊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完了今天这节课内容呢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回顾了一下这个中断的概念呃还有我们stmsr的一个中断的一个项量表 呃知道了他的一个优先级和怎么来配置和管理这个中断呃就是通过我们这个mic他的一个结构体来配置呃其中呢对他分组的话我们要调用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在我们mica.c这个文件当中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带领大家查找了 这里这个mica数字化结构体里面呢有这个四个成员变量那么他们的意义呢我们也讲解了呃下节课呃我们如果是讲到中断的话呃这个结构体啊他就会起作用了 我们要配置他的一些mic的一些结构体里面的成员 呃课后呢大家可以呃多了解一下呃这个中文猜拷手册里面对这个中断呢事件呢讲解的非常清楚大家呢可以看看一下 这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呃下节课我们再见 耶 耶 感谢观看